8月30日 华为副董事长 轮值董事长郭平 就舞剧与中美科技主题 进行了线上分享 分析了美国 为什么要打压华为和中国的舞剧 为什么要打压 智捷跳动腾讯等企业 为什么要驱赶 中国在美国的科学家和留学生 因为美国要的是 继续一统江湖的 数字事件 郭平表示 大家知道这些年来 在特朗普和美国高官的广告的轰炸下 全天下都知道舞剧了 这个话题也引出了很多其他的事情 先是对华为的维追堵截 再到把几十家中国科技公司 列入了实体清单 最近又对一些中国的互联网公司要出手 那么今天的话 我就从舞剧聊起 和大家分享一下 中美科技当前的一些状况 从舞剧的发展过程中来看 舞剧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为什么受到那么的特别的关注 这是一个值得大家慢慢思考的问题 我个人看来 从一句到试句 基本着眼点是解决 人与人的沟通问题 人和物 物和物的连接 是从舞剧才开始打开 在某种程度上 舞剧代表的是一种通用的技术 简单来看 舞剧在定义标准的时候 它有三个场景 第一个是上网的速度 下载一幕高清电影 用视剧大概可能要几分钟 舞剧大概一两秒钟 就可以下载完毕 它带来了一个流量的变化 就是下载速度的变化 第二个是海量的连接 理论上来说 全世界的每颗砂纸 都可以被连接上 应该说 也会带来一个非常精细的管理机会 第三个产品 是一个高可靠 低食言的应用 在这次疫情的时候 有极大应用 包括在线办公 在线教育 还有在线医疗 但是设想一下 如果晚上上课可能要赌 凌晨上课不赌 没有这种保证的话 这种食言 是不是能够变成一种商业 所以无惧这种 低食言高可靠的应用 面向工业控制 无人驾驶汽车 无人驾驶飞机 都有无限的应用可能 这三个产景 对应着5G的几个指标准 所有5G的应用 就是围绕着这三个产景 在各行各业的应用 所以我再重复一下 5G本身是一种技术 是一种新时代的电 也许发电的人 挣不了多少钱 但是能够把电 应用到各行各业的人 做家庭电气化的人 可以挣到很多钱 5G的发展 也是非常迅速的 现在全球已经 建了90多个网络 中国的话 今年是5G规模商业的元年 5G基站在中国 主要的大城市 经济发达城市 已经提供了覆盖 比如说 在深圳 已经建成了 4.6万个基站 我们下一步的重点 是把5G的 基本能量示范出来 真正在各行各业里面 示范出它的潜能 创造价值 是5G真正的 为社会生活 为工业 农业 为各行各业的发展 提供实实在在的贡献 有一个事实是 中国比美国在5G领先 也是第一次 在通用技术领域 实现了超越 这些让我们看到 5G成了一个 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名词 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这里 引用了很多公开的材料 让大家来探讨和了解 5G背后的故事 和中国科技发展 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和我们要克服的困难 大家都能够在网上查到 美国国防部 2019年4月份 出的一个报告 美国国防部创新委员会 谈到了5G的价值 从无人驾驶到智慧城市 甚至包括含虚拟作战 应该说 美国对5G的价值 是给予了非常高的肯定 美国国防部也很清楚 怎么办 第一个 要在低频追上中国 在供应链里面 把中国元素赶出去 大家知道 5G是数字经济的 一个基础因素 为什么那么高 其中一个背景是 美国在5G的决策 选择上犯了错误 所以它需要时间赶超 来弥补它正面的落后 那么这个东西 落后也就落后 有什么关系呢 我言愿美国 现任司法部部长 巴尔的一个演讲 巴尔先生 曾经说我们这个领域内 美国最大的运营商的 高级副总裁 他还是中国对策委员会 最核心的成员 可以说 是对中国 对通信技术 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他是现任的 美国的司法部部长 他在演讲里面讲到 有商养东西 保证美国霸权 美军 美元和科技 这商养东西的根本 是美国科技的领先 美国科技的领先 保证了美国霸权 否则的话 中国人想制裁谁 就制裁谁 现在 美国想制裁谁 就制裁谁 归根结底 是美国技术的领先 巴尔认为 如果中国5G 定用市场的规模 优势领先 在半导体领域 也会产生联手反应 所以 他要在美国所有的盟友 各种机构 一起加入 对中国的斗争 巴尔海演讲里面说到 美国在19世纪以来 在所有的关键 科技领域 从来没有落后过 都是美国领导世界 那么 再影响到未来的 一个关键的技术领域内 美国落后了 这是不得了的事 演讲里面 他预估 无据带来 全社会GDP的价值 会超过 二三十万亿的美元 这是巴尔的 肺腑之言 美国必须要在 关键的科技领域内 保持领先 至19世纪以来 他们在所有的领域内 都领先 他不能隆冷 也不能接受 在这么一个 关键的领域内 他们没有领先 何况这个领域 又是一个 面对未来 非常关键的领域 所以大家 可以理解 发生了什么 美国现任的 商务部长 罗斯说 美国未来的繁荣 取决于 在技术方面的 战略优势 无据 只是 处在 分口烂尖 科技 一直是 美国政府 最核心的战略 实际上 关于未来的竞争 他说 中美的竞争 不是实施 19世纪 帝国间的 领土和支援 控制权的竞争 焦点不是 军事能源 或者是 领土扩展 而是技术 现在 美国面临着 失去 它在科技领域 竞争优势的风险 后果应该说 是极其消极 和深远的 我也阅读过 美国智库的 一些分析报告 他们认为 过去40年 中美交往里面 让中国 获益太多 要有意识的 逐步的双边脱钩 具体到 怎么脱钩 都写了报告 比如说教育 报告里面说 中国大概 有60万的留学生 在美国留学 全部的赶回来 不可承受 但是 让他们继续 在美国 得到好处太多 所以 智库报告里面写到 低年级的宽容 高学位的不欢迎 学商学法的不欢迎 学科技的不欢迎 为什么 根源在于 美国认为 美国未来的发展 取决于 它要确保 它的先进技术优势 也是美国最重要的 战略支援 美国最著名的智库 做了一系列的报告 报告里面讲到 科技竞争的 关键赛场是什么 里面写到的是 数字技术 在这份报告里面 它明确 是芯片和5G 那么 5G方面也确定了 平谱管理 在全球供应链来看 进行着手 美国也梳理了 要赢得这个关键领域的几个关键动作 是盟友 研发 人才市场 特朗普这几年 我认为他最伟大 而最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是推动了 美国的人工智能 无惧之外 更激烈的竞争 在于人工智能 后面写到 美国产币管辖的 一个新的进展 它要利用全球 所有的人才 和技术手段 把数字技术的竞争对手 排除掉 科技领域内 最关键的是 数字技术 去年华为被制裁了以后 我们很多国内的公司 也由着着言语 满足着应用程 往深度投资 我们也看到 一个科学的变化 特别是 很多大型的公司 也在深度的 去进行投资 我们也希望 这个美国的 这个行为 能够让我们弄明白 仅仅是靠着应用水龙头 它随时都会观赏 数字技术领域 美国政府追求的是 一个数字霸权 美国要怎么滚固 它的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目前的做法是 它不需要 也拿不出 别人不安全证据的情况下 直接政治化 这可以理解成 美国在新的形式下 对中国 俄罗斯等国的 新的数字冷战 要全面打击 和遏制 中国发展数字化 你可以理解成 美国在全世界 有很多数据 在网络空间 美国的逻辑是 只有美国人驻军 归美国人全部控制和管理 那才是安全的